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说信长上位后曾经亲自出面希望圣家成为自己的先锋大将 其实就是成为自己的直属家臣 但是遭到了圣家的拒绝 原因就是信长在年轻的时候行为乖章 一直被人们称为大傻瓜 包括圣家在内的很多家中老臣都非常反对信长继位 认为他会导致知田家的负面 于是在1556年 圣家联合另一位重臣林秀珍 与知田信行一起发动政变 希望将信长除掉 从而让信行继位 双方交战于道声援 结果信行一方1700人的兵力 却被信长以700人完败 圣家也被升勤 估计圣家这个时候心里比较操蛋 明明信长是个傻子 自己竟然被他干翻了 然而信长由于非常赏识圣家的勇武 再加上信长的母亲出面求情 因此他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并没有被为难 圣家此时也豁然醒悟 原来信长并非池中之物 于是当场割发已表示谢罪 从此之后圣家对信长的看法彻底改变 结果第二年 知田信行不甘心再度发起了政变 圣家苦苦劝谏 希望信行不要轻举妄动 结果信行不听 圣家无奈 只好向信长揭发了信行 于是信长就派出家臣 将亲弟弟暗杀 也是固狠的 此后的圣家受到了信长的重用 在信长的历次重要战役之中 大多都担任先锋大将的角色 在统一伟章 击败金川 攻略美农之中 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并在信长成功上落之后 与家中的其余四位重臣 担任京都奉行 凭借着自己的出色战功和表现 圣家成为了知田家臣团的笔头 1570年 将军阻力一招 布满信长对自己的控制 于是组织起周边大明 组成反信长包围网 信长的天下不武之路 第一次遇到了阻力 当年5月 南晋江的六角易贤 开始进攻琵琶湖南部的枝田家领地 此时的圣家驻守在长光寺城 敌人很快就将城池围得严严实实 城中的水源被切断 眼看一城的士兵就要被活活渴死 于是圣家命人将城中剩余的饮水全部取出 分别装在瓶子里 分发给士兵畅饮 等大伙都喝饱之后 圣家将水瓶和里面剩下的水都集中到自己跟前 当着所有士兵的面 用手中的长枪将水平一一击碎 然后转过身来对士兵们讲 如今这个城里已经没有一滴水了 是在这等着被渴死 还是跟我在战场上战死 你们自己选吧 兵士们一听各个士气高涨 准备跟对面玩命 随即圣家将城门打开 一群疯狗式的士兵们猛的冲入了六脚架的阵营 再配合上友军的奋战 一举就将六脚架的部队全命 圣家此举颇有楚霸王当年破釜沉舟之风 当然圣家的这则故事很可能是后人加光润色过的 但是他绝地反击以少胜多是事实 自此他也有了戈平柴田的外号 其勇猛之风被天下人所知 1573年随着反信长包围网逐渐被瓦解 将军足利一招向信长降服 遭到了信长的流放 士兵幕府自此灭亡 随后信长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 在1576年成功将月钱拿下 圣家因为其功绩 被任命为北陆军团总大将 受封月钱国49万弹的领地 主成在北庄城 然而随着知田家的势力不断扩张 慢慢的与关东的一个硬茬子碰上了 那便是月后之龙上山千信 1577年千信出兵能登国 信长深知千信不是个善茬 于是派遣柴田圣家 丹羽长秀 羽柴秀吉等数位重臣 再加上多位猛将 共计四万大军池原等等 由此可见军神逼格之高 对吧 知田家要是再加上龙川异议和明治光秀 就凑齐了 能让知田家几乎清朝出动的 也不外乎关东龙虎二人 然而知田家还没有上战场 就陷了盐 猴子在池原途中与圣家发生了极大的冲突 竟然自行领兵撤退 原因可能是那个时候 亲信已经攻占了战略要地七伟城 救援已经没有意义了 事后猴子也受到了信长的惩罚 这样一来 本身就不一定是对手的知田君 就更不是个儿了 于是 盛家在与千信对峙一番之后 果断下令撤退 结果 千信文迅立即出兵追击 趁着手曲穿水掌阻碍了知田家的步伐 在后边大砍大煞 据说知田家死伤一千余人 盛家被迫亲自指挥殿后 才勉强让大部队安全撤回 这便是有名的手曲穿之战 然而这场战斗的存在与否 却是个问号 很多文献的记载 都是偏向于两边没有交火 知田家这边一看打不过就溜了 千信也没追 事后信长甚至亲自去信 向千信表示和睦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千信向来不打无把握之仗 信长也是 一看惹不起就撤了 对吧 千信也不会贸然追击 对面妥妥的四万大军 知田家也不是好相遇的 而且信长对于千信向来也是示好 颇有几分畏惧 又是给他写信 又是给他送大屏风 现在信长送给千信的屏风 还在博物馆摆着呢 在首曲穿之战后的第二年 上山千信突发脑溢血身亡 上山家为了争夺家都之位 爆发了御馆之乱 圣家因此才能稳住北路方面的形势 甚至将持续了九十多年的 北路一向一魁剿灭 这也算是圣家的一番壮举 1582年 本能思之变爆发 信长与嫡长子之间信中双双战死 圣家听闻噩耗之后 本想立即动身前往京都 结果在出发后受到了上山君的阻挠 圣家回尸救了一下 结果就这一下让他与天下失之交臂 也可能是没想到猴子能那么快 对吧 结果呢一不错不不错 在知田家举行的青州会议上 圣家被猴子完全压了一头 由于讨伐了叛臣明治光秀 猴子的发言权很大 上来猴子就说要遵从信长大人的一命 让知田家的嫡长孙三法师继任加多 然而圣家却反对认为三法师太小了 刚两岁 应该由已经成年的知田信孝来继承 那这信孝呢是三子 结果次子知田信雄不干了 说既然让成年的来继任 那按照理法应该先轮着我呀 我是兄长嘛 对吧 那这一下呢就乱成一锅粥了 其实三法师继位呢是信长生前就定下的 圣家之所以反对就是因为先机都让猴子站去了 对吧 叛乱是几除的 开会吧 一上来你就站着大理尊从主公一命嘛 对不对 那我这个家臣团比头往哪个呀 猴子呀也很明白 他跟圣家说呀 这样吧 我把我赖以发家的根基长冰城交给你 然后再把信长大人的妹妹阿世夫人徐沛给你 如何 圣家一听这个心动了 长冰城是吧 大大的肥肉啊 阿世夫人自己垂涎已久的大美人 阿世被誉为战国第一美人嘛 其实猴子也缠阿世 他那么好色 但是呢人家分的清楚 女人嘛等自己有权有势了 想要谁不行啊 阿世娶不了可以娶到女儿啊 然后圣家被猴子堂一炮弹这么一轰 就缴械了 最终会议通过三法师为知田家继承人 由知田信雄和知田信孝做监护 猴子圣家但与承秀和持田恒星为辅佐 其实呢还有个家老龙船一役 但是估计人缘不好 没给他发言的机会 这样一来呢猴子便稳坐知田家一号人物 圣家的地位直线下降 随着猴子的势力不断庞大 两人最终还是爆发了冲突 于1583年在建越决战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就不必多说了 圣家与此战惨败 在建越之战失败后 圣家一路败退 进入了自己的居城北庄城 猴子也没给他喘息的机会 一路逼近将北庄城包围 相传圣家面对自己的失败并没有不甘 只是坦然的接受了自己的结局 并且非常爱惜家臣们的性命 希望他们能活下去 让他们向猴子投降 相传圣家手下大将前田利家 在与猴子作战的时候并不积极 甚至提前撤退 圣家不仅不怪罪利家 反而对他讲 你与秀吉自来就要好 你一定要向秀吉投降 保全自己的性命 不必跟我一样走错了路 后来利家也确实加入了猴子一方 面对猴子的包围 圣家誓死如归 即使他希望家臣们能保全性命 但是仍有八十余名家臣 愿意为他殉死 其中就包括自己的妻子阿世 据记载被围困在天守阁的圣家 曾经七次与冲进来的敌兵交手 并将对方击退 后来逐渐无法抵挡 于是便带着妻子阿世爬上最顶层 将连接的梯子损毁 然后冲着敌兵大喊 让你们看看我圣家的切腹 你们都给我学了点 说吧 含泪将妻子阿世赐死 随后自己开始切腹 圣家用的是标准的十字切 就是在自己的腹部画一个十字 这种剧痛非人所能忍受 这也是为啥在切腹的时候 一般会找人来戒错 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象征性的朝自己的肚子拿一刀 然后就找人戒错了 据说圣家抛开自己的腹部后 将肠子和内脏都掏出来扔向了敌军 然后才叫旁边的家臣来给自己戒错 楼下的八十名家臣看到主公已死 纷纷切腹自杀为其殉葬 然后为圣家戒错的家臣点燃天手阁内的火药 玉石剧焚 死得非常壮烈 外国传教士呢 对圣家有这样的评价 说他是信长最信任的两个将领之一 勇猛果敢 一生荣莽 虽然这样的评价有些过于简单 但却不失为圣家一生之邪兆 好的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